关于gram scan的正确性 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这个话题也牵涉到它的计算成本 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这么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gram scan最最开始所做的那个预处理 它的确有必要吗 如果我们把那样一个预排序排除掉 是不是也依然可以做gram scan呢 我们后面会看到 其实狭义的后面所做的那样一个 while循环式的gram scan 只需要线性的时间 所以你从规约可以知道 其实是不能排除掉的 否则你就会得到一个homile的结果 你居然可以在线性时间内 得到任何一个ng所构成的点击的图包 那么具体的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想交给你一个汉字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一个汉字 这是一个什么字呢 很遗憾 它是中国字中最难识别的一种风格 草书 那么好在中国人的祖先非常的聪明 我们造出了更多更形象 更容易理解的字 我们来看看这个字的另一种形式 是怎么写的 是这样 在一棵高高的大树上 OK 有一只展翅欲飞 但是它刚刚长成羽翼还没有丰满的 除鸟 它将来可能是一只搏击长空的雄鹰 但是现在来说它还不会飞 所以它怎么办呢 好在它有这样的决心和毅力 它会持续地上到这个树的树顶 然后展开它双翼 向下勇敢地飞下来 每飞一次就是一次尝试 就是一次学习 所以中国人说 所谓的学习的习 就是朔飞也 屡次地 反复地 不断地去尝试 可能会有跌打 可能有失败 但是最终你会得到成长 所以这就是中国的学习的习字 好 回到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习字的草书 这个草书 你看一眼 你会发现跟我们的gram scan 应该有一些联系之处 联系之处在哪呢 你可以看到 它的所有的笔画 都是绕着同一个方向旋转的 顺势针 没有任何一个位置不是这样 从书写的语言来讲 我们可以说 如果你沿着这个头开始 按照刚才我书写的那个次序 来便利它的话 在任何一个位置 你都是written 所以反过来 如果从最后的落笔的位 收笔的位置开始 我们逆向地走到 刚才落笔起笔的那个位置的话 在任何一个位置都是一个left turn 左拐 好了 现在的反例就来了 如果你所取的那些点都是来自于这个轨迹上的点 每一个都是来自于这儿 每一个都是来自于这儿 而且如果它们足够密的话 那么你就会发现 它们每两个之间 当然这里我们没有全部画出来 它要足够密 每两个之间 先后都会构成一个left turn 这样的一个足够密以后的一个点击 交给gram scan 如果不做pre-sorting的话 会怎么样呢 没错 就会像我们最开始 所讲的那个simplest case一样 它会把所有的情况都处理成是 to-left测试为true的那个情况 也就是说 所有这些点都会一概保留下来 从而误报你说整个这个就是这个点击所对应的图包 而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根本就不是图包 断签讨论 不知 exempel 髅 髅 髅 Mitsu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